reality 真的沒有人嗎 你們確定嗎 我太好奇了 為什麼這個電影會沒有人 我很看重這個比賽 我能感覺到自己有時候 我能感覺到自己就是放鬆的 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但我也很難說清楚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問到為什麼 我現在腦子裡想法就只有 你只要寫出好的東西來 它就會變好 一切就都會跟著變好 你的能力現在是有一個限制 是有一個上限的 這題材能挖多深是有上限的 你要觸及自己這個上限 我是覺得朱啟末 每次都在試圖觸及自己的上限 它才能不斷進步 當你寫不出好的來了時候 你如何演它也是很重要的 你總歸會寫出60分的東西 跟80分的東西 但是你只要好好演 這些東西都能比他們原來的分數高一些 因為你表演放鬆 你是自己是有意識的 而且放鬆是 我覺得是幾乎沒有辦法表演 而且在拖舞秀的台上 是沒有辦法表演一個其他的 其他的人格 你可以表演一個情緒 但你沒法表演一個人格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大家會把我們在舞台上講的 所有話都當成真的 但是那個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真實的 但一定也有一部分真實的 就像我講我是色弱 你問我是不是色弱 我當然是真的 你如果再具體問我 你看那個到底是能不能看出馬 我就沒辦法回答你了 因為這不是一個應該回答的問題 就是這是一個 就是就像電影的導演 沒法告訴你 泰坦尼克號到底是真傳還是模型 因為無論他告訴你哪個都破壞了你的觀影體驗 就是或者 比如說你最簡單你看完一場電影 我也不說是那場電影了 你看完一場電影 你問他那個車是真撞了嗎 他告訴你是真撞了 你那些假的部分就沒有了 他告訴你是個模型 你那些刺激感又沒有了 魔術師你不能問我技術 你不能問劉謙 你其實是不是把這張牌藏在後面 他告訴你是跟不是都破壞你的 都破壞你所有的體驗 當然會滿足你的好奇了 我認為世界上不太存在技巧性的演員 沒有人用技巧寫 沒有人用公式寫 沒有人用工具寫 如果是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 你是一個怎麼怎麼樣的演員 那麼 你現在給我一個東西 我就應該能寫 是吧 或者是 你說我們現在吐槽一下這塊手錶 比如我們要吐槽它 明明是一塊電子產品 但是 非要偽裝成一個傳統表的表真 我們假設要吐槽這件事情 如果我是一個技術很強的演員 我就應該至少寫出三個看起來 完全不一樣的段子 但我好像也不是這樣 Just write it down 我達成了今天的戰利目標 誰影響了我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沒辦法把我腦子裡 此時此刻 如果當下就告訴你的那個人 告訴你 因為我 我覺得未必是真正正正確的答案 沒有一個特別具體的人影響我非常大 但是我會 就我會看大家的表演 然後就 學習他們的優點 就是這樣 Dave Sheffield和郭德剛 他們可能塑造了一部分 我的這個 至少是喜劇領域的一個根基 的一些東西 就或者說別人對我的影響應該沒有他們兩個那麼多 就你把頭部又拆到最後 就是我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說中文 然後我們用中文交流 然後我逗笑你們 從這個根上我們是一樣的 當然郭老師可能有他的關於其他的理解 我們擱置其他的任何的定義之外 我覺得這個根上是一樣 那他就是做的很好很厲害 而且他是本人 你比如說很多小品就不是本人嘛 小品是不看你的 就是 我穿了某個 某種衣服 生活化的或者非生活化的 然後他是看這個表演對象 哪怕是一個人的 他也是看這個表演對象 所以你知道那個是演的嗎 他幾乎 某個時間段的全部作品我都看過 是一個狀態的問題 就是他在台上那種狀態很好 就很投入吧 他可能在 說一個你明知道是假的的事 但是你能感受到他某種情緒是非常真實的 你比如他要做科學家 有一段相聲講的是 有一家人非常窮的故事 講的是非常非常窮的故事 就是這個家人窮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就是家裡什麼都沒有 住的是那種亢嘛 然後也沒有被子 也沒有枕頭 睡覺呢枕的就是一個瓦片 有個瓦 然後 蓋的呢沒有被子 蓋的是一個水缸的殘片 有個小偷來他們家 小偷來他們家偷東西 然後這個人躺在床上就發現了這個人 然後他讓這個人這個學生 突然說了一句 樹末將假咒在身 不得失以全力 你們覺得非常好笑 就是一個人穿著一個水缸 像一個武將一樣 就這種玩意兒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老笑話 這個笑話的結構實在太像 校齡廣記了 因為這本身就是一段傳統相聲 首先這就是一個傳統相聲 傳統相聲有很多笑話就是從校齡廣記裡 慢慢發展出來的 你們知道八馬褐吧 這個相聲就很有名的八馬褐 其實八馬褐幾番幾番幾番 最開始在校齡廣記裡就這麼長 演唱成了幾番 變出了人物 變出了情緒 變出了性格 肯定有一段時間 他應該是所有說中文能力最好笑的人 還有好像很多就不是 不是這個人了 有時候因為有些作品是很好的 但是他們 比如說有些電影嘛 但是那個不是他本人嘛 那就是那個劇本 那個角色 我就會覺得 比如說某部電影 周星馳的電影 我們都說周星馳的電影很好 但是那部電影裡也有其他人的工作嘛 最後他不代表一個人 我有時候能get到他 有時候get不到他 而且加上一層是 就是現在大家 信息如此發達之後 我知道周星馳大概生活中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之後 會讓你這個事變得複雜起來 他在鏡頭前面是如此胡鬧的一個人 但是到了鏡頭下面又如此的安靜 你會覺得他是不是在 就反差如此的大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嘛 你就會覺得一定有一個他是不那麼快樂的 對吧 然後當然你再深入了解他 你發現他其實並不是不快樂 他只是快樂和沒那麼快樂 就更變 但是仍然是變得更複雜了 所以我剛才說的人裡面 我覺得他們是台上跟台下是統一的嘛 就你看完DevSupial 我就堅信在台下也是這樣的人 你就比如說很多形式上的東西 你是可以向他學習的嗎 他一定 他不是一定 他 他的一個專長給出來的時候 你是能明顯感覺到這是一個完整的作品 這是一個精心設計過的結構 包括 就是最簡單的可能會有一些callback 可能會有一些雙關 可能會 第15分鐘講的故事跟第45分鐘講的故事 組合起來又變成了第三個故事 就是最最最簡單的是這些事情 嗯 你就可以先 我就我就可以先學這些簡單的嘛 複雜的就是他的內核啊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內心非常關心 他的 種族或者是他的朋友這樣的一個人嘛 他是真的關心 他是非常非常關心的 你除了作為一個脫舞秀的觀眾 你作為一個生活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家 或者是這種時代裡的人 你會遇到的問題 你 你的困惑或者是什麼 他就告訴你這些事 他就是 他是跟你聊這些事 他一說話你就一定會想聽 有些人甚至很好笑 甚至很好笑哦 都不是票數很高或者成就很高什麼 就是很好笑 但你就是不想聽 你感覺到這時候 你感覺到某個仔